歡迎來到球美食 我是球球 今天要來拍的餐廳在中校復興 叫做半熟堂 因為沒有吃過半熟飯這種東西 所以今天早了 嘿 欸 聖誕快樂 聖誕快樂 剛剛一開始才不是說吃口吃 為什麼 為什麼 我現在就是 欸 小妹妹要不要來吃什麼韓國啊 住手住手 總之就 進去吧 火鍋 雞妹跟她聊天 這個超可愛的耶 這樣就是進來這些餐廳啦 然後是他們的菜單 今天你是要 就是想要把他們這邊的 它有不同種類的東西 然後都是一面 OK 可以 所以是很厲害的地方就是 它有超值票的菜 就是你可能說 比如說你有選擇傷害的人 你想要吃兩個口味 USB5W都有 你要吃兩個口味 可是你點兩份你又吃不完 你就可以選這種 1加2分之1 或者是兩個都是1分之1 而且它價格不貴 我看220跟320其實還行 這是他們 我覺得很特別的地方 那2分之1加2分之1比多少 1加比7 我想說你又跟我說2分之2 然後呢 它的菜單的 最後一頁的下面 辣牛沾麵 然後跟這一片呢 都是新品 欸 對 姐姐是醬油 欸 欸 幫我這樣批 然後他們的商業午餐的部分呢 請參考這邊 這邊 這邊 舒立卡拉 接下來就要上餐囉 上餐囉 這個是伴手版 我的是明古屋伴手版 沒錯 特別之處在哪有 我的有絞肉 看了沒有 刺身時間 你大家聽嗎 我這道明古屋伴手飯呢 他有加一些比較微辣的絞肉 因為我喜歡吃辣 我不要 我不要 今天很飽 今天我們要吃幾道料理 你靠杯喔 然後剛剛嘴嘴有問 扮手飯 就是它有扮手的蛋 豬排 喔幹好燙 你快吃那個蛋 快吃那個蛋 超好吃的 它就是 你知道炒蛋 但它不是 炒蛋的味道 但是 會不會形容 我不會 太好吃了 我看看 真的嗎 現在我們來吃這個 還挺是幫我放大 這個 伴手蛋的部分 真的很好吃耶 真的很好吃 嗯 它伴手很足 它上面有加一些醬料 然後它起來其實蠻好吃 然後它的蛋 是比較 軟嫩的 一般我們吃的蛋 是全熟是硬的 對對對 因為想幹話 這一次半熟 會不會形容食物 會不會聊天 我覺得我完全可以吃它的蛋 蛋跟飯就好 完全可以 而且 吃到料理也不會 我這一碗180 然後 飯量也多 嗯 它外面煎得非常脆 而且它的皮很薄喔 你要下去就直接吃肉 然後 餃子吃可能有點力 才可以切點菜 接下來我要吃 我有辣絞肉 所以我覺得我們兩個只差十分 我覺得十分差絞肉差很多 我可以吃你 因為你單吃半熟蛋飯飯 味道 其實不會那麼重 假如是口味比較重的人 欸 再加一點它的辣絞肉 你吃起來你會覺得說 欸 蛋跟絞肉是混合在一起的 很好吃 那我 我講的時候要給你聽 有一天 球球吃飽了 然後球球我就請 服務生來幫他收一下桌子 然後服務生說 那這邊我就收肉 然後 然後 反正就說好 然後服務生就開始跳舞 很好吃 你怎麼叫我出來 很棒 很棒 永遠很像個小菜 然後就被當中了 在於你怎麼會有女朋友 我很棒嗎 這一個是 米泰珍 喔 醬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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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先吃叉燒 你知道嗎 一尾拉麵的重點 就是在於它的叉燒 喔 喔 它叉燒不會太鹹了 因為 很多叉燒 後湯太久 會吸太久 是高麗菜欸 你講好像你沒看過高麗菜 不是因為很少 拉麵會放高麗菜啊 欸 它的拉麵是細麵 然後看起來還蠻Q的 它高麗菜的口感不錯 來 我的是粗麵 它的菜單上面會有 你們可以自己穿好 後面吃 如果它要細麵還是粗麵 你會比較喜歡帶 我推薦細麵 它細麵吃起來還蠻Q彈的 然後我現在再嘗嘗看它的 豚骨醬油辣麵湯 喔 不能喝完 喝完我直接去公公室 對面洗澡 可是好吃 你要吃一碗它是不是很小 我們說粗麵 欸 220也太大碗了 它的湯頭 包起來是很順口 但是它 味道很濃郁 對 這一碗 乖吃它的麵你就知道 它的湯頭超濃郁 可是目前我吃到現在 我還是比較喜歡剛剛的半熟飯 我也是 半熟飯真的 很順口 聽說 沒有在其他地方吃過半熟飯 番茄 起伏有味 它那咖哩超香的 我覺得我的 番茄炒條飯 你看上面都起伏 它才就很好吃 我喝這個咖哩香 喔幹 好重 我喝這個咖哩會炒上 對啊 來 再來我試試看 我現在有點感覺 你知道什麼感覺嗎 很好感覺 我已經很久沒有吃這麼多的味道 因為太鹹了 而且它皮膚還有那個耶 蒜熟蛋 對 然後上面一層 我是一層番茄 然後再一層起司 然後 這裡還有那個叉燒 菜 蔥 燈海 它的麵條本身會有調味 很像它是咖哩燒糕 為什麼 明明是咖哩 我覺得我這個 比前面 幾個混得更好 它番茄 會有點酸味 把整碗的味道更凸顯出來 因為裡面沒有一個東西是酸的 所以會有更強烈的對比性 好好吃耶 我的麵條它本身有一點黑胡椒 嗯 我也是 所以會有點辣 可是我覺得還蠻好吃的 它的調味很棒 我們以前最喜歡的話 第一名還是 第一個 半熟飯 然後 再來是 半 應該就是半麵 然後最後就是拉麵 我會比較喜歡半麵 因為 它還是有半熟在裡面 嗯 然後我覺得味道比較重 然後我比較喜歡 我喜歡吃過 它那個三日豬老司的老司天啊 可是假如喜歡吃清淡一點的 可以點拉麵 嗯 這味道有嚴重 它要價是260元 260元這個量 這一場OK 那我覺得 260元 260元 我嘗嘗看你一口咖哩 身為一名專業的Youtuber 什麼都要嘗試 喔你看 你真是口感人 那好吃啊 很屌欸 它是打理條肉 然後把它拌開一下 欸 口感還不錯 好吃對嗎 但是呢 我還是 我還是想配飯 好吃它很好吃 但是我會番茄 唉唷 不要喜歡咖哩 下一道 是沾麵 長生加的話 這樣加上去是270元 270元 大家常常的話是沾滿的話 這一道呢 炸牛沾麵 它也是他們的新品 新品 對 喔喔 這聞了就有精神 是真的 聞起來很大 這我沒有吃過沾麵 我有 我還蠻常吃的 然後我這一個 辣牛沾麵 它新品是250 它也是細麵的部分 好洋蔥加一點 我嘗嘗看 好洋蔥 看起來就很辣 有的 嗯 太棒了吧 太棒了吧 我覺得貓舌的人要點這個 我以為是這樣的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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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喔 沾兩次好像喔 真的很好吃 好吃的嗎 有沒有 哇 我覺得它的辣比較多是香耶 嗯 我覺得有點麻麻的 接下來到 要幫我試試看 那你能聞一下 就是 這不是味噌口味嗎 那我剛剛不是有吃一個 純骨味噌的那個拉麵啊 大概是那個拉麵 然後再鹹一點 就是這個味道 所以它完全把拉麵打趴 你知道有沒有嗎 我超怕它 如果你會怕燙的話 真的真的很讚耶 喔 喔 這個 很辣嗎 牛肉好吃 喔 牛肉 對對對 應該是啦 它牛肉在搭它的麵 蠻合的 而且它沾麵的醬汁真的調得很好 台灣的沾麵 大部分都跟我剛剛所講的 有個秘密就是會太鹹 這個吃東西只是會有點麻 要看你對位能不能接受 這裏面除了 水分開之後還有高麗菜啊那些 這裏面其實蠻豐盛的 但是我蛋配真的很好吃 就是蛋嗎 蛋汁 有點飽 好飽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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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它是新餅 然後是南蠻炸雞定食 南蠻炸雞定食 南蠻炸雞定食 喔 這個是種的 它是種的 它是種的 我喜歡的 白蟲牛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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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它有蛋 哪一個 喔 魚肉有混的是不是 它這個高麗菜吃 牛肉醬很好吃 牛肉醬很好吃 吃起來很酸 就比較潔膩的醬 就比較潔膩的醬 好好吃就滿 對 解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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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我們現在來吃我們蛋 半熟牛肉 欸 半熟牛肉 下面當然是我的半熟蛋啊 來 我來試試看半熟牛肉 嗯 嗯 我發覺是我最愛的牛肉部位 你知道它上面 牛肉 本身的調味 非常的重 欸 所以但是牛肉味很鹹 你把它下面 就是你的半熟蛋跟番茄 我還想再配 點起來一起吃 剛好 喔 然後剛剛都沒講到它的飯其實 滿粒粒分明的 還說這個 好 接下來我要試試看你的定食 我要吃它的炸雞 喔 好噴汁欸 它有點 酸酸甜甜的 它是因為炸雞 嗯 然後它裡面炸雞很多汁 一般炸雞皮都很厚 它皮其實蠻好喝的 很好喝 很好喝 欸 好吃 好噴喔 也有炭欸 你就是那 這裡面什麼肉蛋 你把它快拿起來 所以它下面也放蛋 我覺得這個 這個套菜下面 下面也是蛋 老闆很會搶蛋欸 彩蛋喔 哈哈哈哈 看不起我覺得有點都不好笑 要不要點頭 它覺得好吃啊 它覺得不好笑 我覺得這樣是好喝的欸 我覺得妳要吃得起來趕快吃 怎樣 熱的才好吃 它的味噌的鹹會夠 然後因為有時候去吃日式料 以後他們的味噌都很淡 不然就是 太...下太多水 對對對 南南炸雞真的好吃 喔它的雞肉很嫩 對超嫩的很好吃 炸雞蒸雞香 欸這樣中餐吃一吃這樣就超飽的 而且超飽的 而且超飽的欸 欸 這邊是中區欸 這對上班族來說 是一個非常好 吃中餐 跟晚餐的時段 最重要是 這一家店有跟付費者合作 欸 這就厲害了 對 那店長 特地幫我把外面的那個 拆下來 線上T餐 線上T餐 Fuera OrderOnline 你知道嗎 哇你聞點英文欸 嘿嘿 老闆真的很好笑 他應該也要進來才對 對 那食道會貼在這邊 今天整體來說 我覺得我最最最喜歡的 應該是 辣牛戰麵 他們的新品 好我的第一名是南灣大丁定食 我覺得這邊 這一間店的價格都還蠻刺激的 而且他貨量真的很大 我剛才問他說 你其實是不是有多給我們 沒有 沒有 好啦那今天非常感謝我的半熟湯 欸其實我們吃這麼多好吃的料理 對 那今天真的很滿足 我以後應該 來附近我應該不會來太早上吃 因為它很便宜 真的是 跟東區價格比起來 現在是真的超便宜 而且這裡位置 這裡位置很多的 所以你跟朋友一起來的話 其實是很OK的 然後呢就是 雖然說官網上面是寫4號出口 但是我走到就是 比較近的時候 就是11號出口 走過來就到了 在入口你會覺得怎麼樣 所以現在急關往前 對 好 他剛剛這樣 他剛剛我倒霧裡煎了 好啦今天也在這邊結束啊 喜歡這間店 喜歡這些餐點 喜歡我喜歡Herry的話 想按喜歡 然後想看更多影片的話 可以按訂閱 然後記得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你想看我吃什麼 或是 你有沒有喜歡我 祝各位聖誕節快樂 祝各位聖誕節快樂 聖誕節快樂 聖誕節 拜拜 聖誕節快樂